第3169章抵达归原教 两人犹如乞丐一般 跨入墓日城 城池墓气沉沉 远处又守着惊魂山脉 除了路过打尖跟前往惊魂山脉历练的修士 平常很少有人往这边走 城池不大 道也繁华 更多是来往商人 街道上随处可见的飞行神兽 仿佛在告诉众人 这是一座歇息大城 不是人人都拥有高级除兽袋 能装神兽级别的除兽袋价值连城 肖绝长老乃神军镜 才获得一枚 除兽袋有很多等级 神兽等级越高 对除兽袋的要求越高 普通的除兽袋且不说能不能容纳下飞行神兽 仅凭飞行神兽身上释放出的气息 就足以震碎除兽袋中的法则 这里没有天神殿产业 我们吃点东西后 立即找个地方住下来 肖绝暗中给柳无邪传音 木日成太偏了 天神殿就算派人过来开辟产业 这一来一回 所消耗的资源太多了 一般产业根本支撑不起来 最多设立一个据点 主要是收集资讯之用 肖绝乃神军镜 可以不用进食 柳无邪不过须神镜 惊魂山脉这五天时间 一直靠烤肉果腹 早就吃腻了 想到烤肉 就是一阵恶心 好 柳无邪点了点头 两人很快找到一座酒楼 进去后点了许多吃的 柳无邪风卷残云 很快将一桌子的美食 吃得一前二进 吃饱喝足之后 两人离开酒楼 找到最近的一座客栈 安顿下来后 天色渐暗 肖绝就住在柳无邪隔壁 洗了一个澡 散去了一身的疲惫 柳无邪这才盘息坐在床上 神室来到浑海 化为本体 漂浮在第三元神面前 意识一动 第三元神猛地张开嘴巴 一股恐怖的犀利 横扫四周 隔着浑海 柳无邪都能感觉到 屋内的桌椅全部飞起来 哗啦啦 立即关闭第三元神 屋内的桌椅 纷纷跌落到地面上 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哼 墙壁被消绝撞开 直接冲了进来 以为柳无邪遭遇了不测 无邪 发生什么事情了 看着遍地的碎木头 以为刚才发生了大战 没事 没事 我修炼了伊门玉神术 没操控好 才导致屋内桌椅碎裂 柳无邪一头黑线 连连解释道 虽然他猜到第三元神 掌握了吞噬魔神兽的能力 却没想到 强横到如此程度 听到柳无邪说没事 萧绝这才放下心来 回到自己的屋子 萧绝闭目打坐修炼 柳无邪放弃继续查看第三元神 以免造成更大的动静 要是将整座客栈吸收进去了 估计自己会被当成怪物看待 夜晚很安静 偶尔传来阵阵神兽的嘶吼声 一日凌晨 两人早早起来 来不及用餐 就乘坐飞行神兽离开了木日城 无邪 接下来日子较为平静 我们可以放慢速度 我带您领略天狱的风采 穿过惊魂山脉后 剩下这段路程 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 飞行神兽穿过一座山脉后 前方视野陡然开阔 大片的城池 呈现在柳无邪面前 繁华程度 甚至要超过了朔月城 我们进入雷火山庄地界了 这片区域都属于雷火山庄范围 萧绝指向远处一座山脉 在山脉中间位置 盘踞着一个超级大宗门 那就是雷火山庄 三项大比的时候 柳无邪接触过雷火山庄的人 他们的弟子 精通雷火两种属性 非常的难缠 走走停停 每路过一座大城 笑绝都会带着柳无邪 首席这里的环境 渐渐的 柳无邪对天狱了解的越来越多 唯有达到神将境 方可飞行 靠飞行神兽 很难由变整的下三欲 此刻的柳无邪 就像是一块海绵 不断地吸收着知识 萧绝也没有藏着掖着 几乎倾囊相受 将知道的 还有见到的 都一一为柳无邪讲解 踏足天狱后 柳无邪知道的一些东西 都是从书籍当中获得 书籍虽然记录得很全面 毕竟没有切身感受过 当亲身感受的时候 又是一番景象 尤其是名山大川 只有亲眼见到 才能感受到他的震撼 他的围额 他的雄伟 他的壮观 不知不觉 小半个月过去 两人终于抵达乱海边缘 这里就是乱海了 龟原教就建在乱海之上 我们要飞行两天多时间 才能抵达龟原教 望着一望无际的乱海 孝绝对着柳无邪说道 乱海之所以称之为乱海 因为乱海真的很乱 乱海的水 跟普通的海水完全不同 乱海的水五颜六色 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乱海如今的形态 除此之外 乱海也是势力划分最多的地方 最大的宗门是龟原教 但乱海还有许多二流宗门 二流家族 三流宗门 三流家族等等 岛屿太多了 许多人过来占山为王 一点点发展至今 这些宗门 家族 盘根错节 极其的复杂 更乱的是海底 不知道盘踞多少凶情猛兽 它们的实力 不在人类之下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每间隔一段时间 海底的凶情猛兽 就会攻击岛屿上的人类 而人类同样也会潜入海底 猎杀那些凶情猛兽 将杀死的猛兽骨骼捞上来 每一尊猛兽 都价值连城 所以乱海的宗门 比较富裕 除了凶情猛兽比较值钱外 海底的资源 更是数不生数 珍贵的玛瑙神髓 只有乱海才出产 玛瑙神髓的价值 不在混沌神髓之下 只是混沌神髓 更是罕见而已 还有大量珍贵的藻类 一些陨石类的宝物 乱海下面也不少 运气好 还能发现乱海中的神脉 将其收取 就能建造一座宗门 每年都有大批修士 前往乱海 希望能获取一些宝物 从而摆脱目前的困境 祭出第三元神 柳无邪看向 一望无际的乱海 这一看 柳无邪顿时心惊不已 乱海的上空 同样是五颜六色 各种法则还有气体 交织在一起 其复杂程度 不亚于惊魂山脉 下三遇人类生存的面积 不足十分之一 大部分区域 都是远古山脉 以及乱海 我们出发 介绍乱海的一些事情后 肖绝这次没有选择乘坐飞行神兽 而是飞行 柳无邪落在了飞行神兽上 跟在肖绝身后 期间路过一些小型岛屿 肖绝也会选择落下来 体验一下乱海的生活 小型岛屿上很少有人类生存 只有稍大一些岛屿 才会被人占据 一路走走停停 两日之后 前方海平面上 出现千座岛屿 中间一座最大的岛屿 堪比一座大陆 前面就是龟原轿了 肖绝放慢了速度 指向远处最大的那座岛屿 龟原轿虽然建立在岛屿之上 但这座岛屿的面积 堪比十几座大城市 其周围更是盘踞招数千座二行岛屿 面积虽不如龟原轿占据的这座 却也能容纳几百万人生存 这哪里是乱海 这分明就是一座大陆建立在乱海之上 各大岛屿上空 漂浮着很多非洲 一些普通人 他们无法飞行 又没有飞行神兽 只能乘坐非洲 前往下一座岛屿 每座岛屿之间 也有传送阵存在 只是传送阵掌握在这些宗门的手里 普通人很难接触到 龟原轿所处的这座岛屿 名叫熊鹿岛 岛屿上居住树枝不尽的熊鹿 才因此得名 后来龟原轿老祖发现这里 创立了宗门 岛屿上的熊鹿 也被龟原轿作为享受 单独开辟出来一片区域 方便熊鹿生存 这几日龟原轿非常的忙碌 每天都有大批强者抵达 除了龟原轿邀请的那些人 不少宗门收到消息后 派人前来观摩 主要是想要体验一下这场盛事 起初的时候 龟原轿不希望来太多的人 毕竟镇宗之宝遭到破坏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随着来的人越来越多 无奈之下 龟原轿只好作罢 萧绝还没落下 从熊鹿岛上空 掠过来两道人影 来人可是天神殿萧绝长老 两名龟原轿长老落在萧绝面前 热情地打了一声招呼 正是老夫 萧绝朝龟原轿两名长老拱了拱拳 迎接他们的是两名神江长老 修为不低 这次负责迎接各路强者 这位想必就是柳无邪柳公子了吧 两名长老目光看向柳无邪 虽然他们没见过 但关于柳无邪的传说 他们可是如雷观耳 最近几个月 关于柳无邪的大名 早已流传到下三遇每个角落 晚辈见过两位长老 柳无邪从飞行神兽上站起来 连忙给两位长老行礼 无必客气 两位请随我来 两名龟原轿长老 带着他们飞向岛屿深处 又飞了一炷香左右时间 这才看到龟原轿所在之地 建造在岛屿中间地带 四周都是山脉 纵然是遭遇海兽袭击 也很难围及到龟原轿 收起飞行神兽 随两名神将长老落在了地面上 萧绝好久不见 两人刚落地 从远处就急匆匆地跑过来 一名长老 上来就跟萧绝长老拥抱了一下 柳无邪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龟原轿太上长老 讨渊 跟我从小就相识 后来他加入了龟原轿 而我加入了天神殿 萧绝长老连忙将柳无邪拉过来 给双方做了引荐 由于各种原因 他们最终未能加入一个宗门 但不妨碍他们的友情 第3170章天交楼 陶渊的目光看向柳无邪 而柳无邪的目光也正好看向陶渊 晚辈柳无邪 拜见前辈 柳无邪连忙上前一步 弯腰举了一弓 既然是萧绝长老的朋友 自然不敢怠慢 好好好 果然是一表人才 我早就听闻小友的名字了 陶渊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被柳无邪的态度 非常的满意 说完 陶渊拉着萧绝 朝归原叫走去 柳无邪只好跟在身后 穿过重重建筑 一路上如同无人之境 没有人阻拦陶渊长老 走了约莫半个时辰 来到一座风景秀丽的山峰 这才停下来 客房已经住满了 你们先住在这里 等开始了 我再来通知你们 陶渊指着山峰上的院子 让他们放心地住在这里 这不合适吧 萧绝不想让老友为难 毕竟他们是受邀而来 要是搞特殊待遇 恐怕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 你就别管这么多了 好好住在这里 等晚上的时候 我再过来找你喝酒 陶渊一看就是性情中人 说完离开了山峰 留下柳无邪跟萧绝两人站在原地 相互对视一眼 彼此一笑 随后跨入院子之中 里面陈设应有尽有 什么也不缺 不论是食物 还是新鲜的果实 都是才送过来没多久 无邪 你四处转转吧 别走太远就行 萧绝回到院子后 对着柳无邪说道 年轻人好动 而且此地环境不错 让他出去转转 没有什么坏处 自己不是第一次来归原教 被周围环境很熟悉 况且神君长老乱逛 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对方会误认为 他在窥视归原教 这里是归原教 就算是封神阁 也不敢在归原教公然杀人 所以安全问题 不用担心 好 柳无邪正有此意 换上天神殿圣子服饰 柳无邪围着山峰转了一圈 山峰并不大 只用了半个时辰 基本就逛遍了 不知不觉来到山脚处 此处四通八达 可以通往其他区域 迎面走过来几名归原教弟子 正忙着去招待其他宗门的客人 见到柳无邪 几名弟子连忙朝柳无邪行礼 来者即刻 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 既然是来参加归原教修复至宝盛会 自然不敢怠慢 这位师兄是迷路了吗 中间那名男子停下来 出言朝柳无邪问道 按理说 前来参加的各大宗门高层以及弟子 很少有人走到这边来 他们误认为柳无邪迷路了 这次被邀请的那些强大御灵师 除了自己来了之外 也带来了的一门徒 以及后人 希望通过这次盛会 增长他们的见闻 没等柳无邪开口说话 右侧那名弟子跟着说道 如果这位师兄是去天交楼 朝那边走去 很快就能看到 天交楼 柳无邪疑惑弟问道 是的 这次来了不少年轻天交 所以我们归原教特意建造了一座天交楼 前来的年轻一辈 都可以前往天交楼 结交天下英豪 如果师兄不认识路 我可以领你过去 右侧弟子再次说道 柳无邪此行墓地 不正是结交天下英豪跟曾家建文吗 至于修复归原教至宝 想都不敢想 他不过小小御灵师 跟那些活了几万年的御灵师 无法相提并论 多谢几位师兄的好意 我自己过去变好 你们忙吧 柳无邪不好意思打搅他们 从他们急匆匆的步伐上就能看出来 他们还有其他任务在身 师兄顺着这条路一直走 大概一柱镶左右时间继续往右走 便能看到天交楼了 右侧男子指向旁边的道路 只要沿着这条路走 便能抵达天交楼 多谢柳无邪朝几人拱了拱手 以示感激 对方还礼后 又急匆匆地离开了 柳无邪按照他们的指示 走了约莫一柱镶左右时间 右拐之后 果然看到一座巨大殿宇 一共十几层 里面装饰得金币辉煌 从时间上来看 这座天交楼才建起来没多久 天交楼前 有很多年轻男女 他们应该跟柳无邪一样 前来天交楼 结交天下英豪 柳无邪迈着大步 很快抵达天交楼门前 没有人阻拦 轻松进入天交楼中 柳无邪仔细望了一眼 天交楼中竟然多达三千多人 这次前来归原教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其中很多年轻人 身上散发出玉灵之气 看来都是玉灵师 天神殿只有自己跟萧绝长老前来 很难遇到同宗弟子 能前来归原教 无意不是当是天才 不论是修为还是新兴 都堪称一流 柳无邪仅仅是看了一眼 发现天交楼中这些年轻人 各个修为强悍 大多都是高级准神境 神将境柳无邪也遇到了好几人 唯独没有虚神境 起初的时候 周围那些天交也没注意到柳无邪 以为他是归原教的弟子 自然没放在心上 随着一道声音响起 一楼那些天交 这才注意到了柳无邪 柳兄 你也过来了 在柳无邪身后 传来一道声音 连忙转过身子 看到百扬书院的钱忠和朝自己走过来 钱忠和参加了三项大笔 混乱灵中收获不少 回去没多久 就突破到准神境 几个月时间 修为图飞猛境 如今达到了准神四重境 在众多天交中 秀为虽然不是最高的 但也不是垫底 属于中游 他也是御灵师 御灵术大笔的时候 还在第十三名 钱凶 柳无邪连忙抱拳回礼 既然钱忠和来了 那封神阁的庄重 估计也会前来 他可是九级御灵师天赋 年轻一辈的佼佼者 柳兄也是跟宗门高层一起来的吗 钱忠和倒也没什么架子 说话语气也很随意 他虽然是御灵师 却没有收到归原教拜帖 只是随师父一起过来 见识一下 恩 柳无邪点了点头 自己是收到归原教拜帖 才过来的 肖爵属于陪同 为了不引起太大的轰动 只能选择隐瞒 倒不是柳无邪刻意隐瞒 是没有必要 他的主要目的 还是增加见闻 柳兄 我们去楼上 钱忠和友谊结交柳无邪 说话的语气 非常客气 一楼风景较差 越往上走 风景越好 听说最上面一层 可以俯瞰整个归原教 每一层的设计 四周都柳有窗户 可以360度观看周围景象 一连攀爬了五六层 上面视野要好了很多 可以看到大半个归原教 两人简单停留一番后 继续往上走 经常遇到三三两两的人群 有些在这里认识的 有些是结伴而来 哼 柳无邪感觉肩膀传来一股剧痛 刚才跟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对方显然用了暗镜 倒也没有在意 以为对方是无心的 但是很快 他发现不对劲 撞他的男子并未离开 而是转过身子 阴毒的目光 直赐自己而来 钱忠和也意识到不对劲 连忙转身 看到两男一女 此刻目光紧紧地锁定柳无邪 撞击柳无邪的男子柳无邪认识 三相大比的时候 就认识此人 正是洪家天才 洪奇 至于一旁的一男一女 他没见过 不知道他们身份 柳无邪 没想到你也来了 洪奇刚才下楼的时候 就发现柳无邪了 故意暗中用力 撞击了柳无邪以下 这里是天交楼 归员叫严令禁止打斗 谁要是在这里发生了打斗 立即请出去 不得参加此项盛会 所以在场这些天交 都十分收敛 不希望错过这场盛会 柳无邪不想多事 况且洪奇撞他一下 身体并无大碍 还有事吗 说完 柳无邪转过身子 继续朝楼上走去 自始至终将洪奇无视 至于一旁的一男一女 他也没兴趣知道他们是谁 见柳无邪要走 洪奇一个剑步 拦在柳无邪面前 他跟前中和一样 参加混乱零大比后 回去没多久就突破到准神境 结束三项大比 每个弟子都修为暴涨了一大截 包括柳无邪在内 结束的时候 他才虚神医众 如今达到虚神九重 论提升速度 柳无邪碾压在场所有人 别着急离开 我又不会吃了你 你怕什么 洪奇发出轻蔑的笑声 引来许多人围观 前来的大部分天交 都没参加过三项大比 对柳无邪并不熟悉 仅仅是听过名字而已 得知柳无邪身份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都想要知道 刷新三项大比的冠军 到底长什么样子 好狗不挡路 这点到底难道你都不懂吗 见洪奇拦住自己的去路 柳无邪直接羞辱他是狗 洪家为了巴结封神阁 家主不惜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封神阁 嫁给封神阁弟子 这种做法让柳无邪很势不屑 你竟敢骂我是狗 果然柳无邪一番话 彻底刺激到了洪奇 连站在一旁的一男一女 此刻都是满脸杀意 周围那些天交 一脸笑意 他们也没想到 柳无邪胆子竟如此之大 公然嘲笑洪家的长子是狗 洪奇再不济 那也是洪宁之子 而洪宁正是洪家家主 必为跟南宫姚姬齐名 骂了洪奇 等同于连洪宁一起骂进去了 难怪周围那些人 流露出怪异的表情